记者无配话台北报道,台北国际电脑展Computex登场,华硕昨天才抛出旗下首款电竞手机ROG Phone,今天持续火力集中在笔电新品,吸睛焦点包括全球首款AI双萤幕概念笔电Project Precog以及旗舰笔电ZanBook Pro将触控版变成第二彩色触控萤幕ScreenPad。 华硕亮相全球首款搭载AI人工智慧的双萤幕Project Precog概念机,预计明年才会正式上市,记者会上有展示时机,但没开放体验。 此外,华硕下半年在台上市的ZanBook Pro全新开发ScreenPad触控版,概念虽然类似苹果MacBook Pro的Dutch Bar,但二者实际应用不太相同。 苹果Tutch Bar主要是用来辅助萤幕的快捷操作,像调整音量、亮度。 华硕则是将一整快触控版变成ScreenPad。 采用了5.5寸Full HD IPS彩色荧幕,不用靠大荧幕就能独立操作,包括内键计算机、音乐播放器等功能。 华硕ScreenPad同时能延伸大荧幕互动,支援Microsoft Word、Excel、PowerPoint与YouTube,例如开启Word,在ScreenPad上能进行简单编辑。 未来也会让ScreenPad整合连接手机。 华硕ZenBook Pro共14、15.6寸、15.6寸最高有4K版本。 二款搭载第八代Intel Core i5-i7处理器,高阶版本才有配置ScreenPad。 华硕旗舰ZenBook Pro将触控版变成第二彩色触控萤幕ScreenPad。 记者无配画设,华硕ZenBook Pro的ScreenPad可独立操作,例如内键音乐播放器。 记者无配画设,华硕ZenBook Pro的ScreenPad同时能延伸大荧幕互动,例如大荧幕播放YouTube,透过ScreenPad可直接操控播放或停止。 记者无配画设,华硕ZenBook Pro的ScreenPad的概念类似苹果MacBook Pro的TouchBar,但二者实际应用不太相同。 图为苹果TouchBar。 记者无配画设,华硕展示全球首款搭载AI人工智慧的双荧幕笔电Project Precog概念机。 记者无配画设。